- 嗨大家好,我是 Tim 相信大家在閱讀SCP的文檔時,一定有看過一些英文字的組合 SK, CK, SK等等,就是所謂的K級情景 這支影片我想跟大家介紹一下什麼是K級情景 以及一些SCP中常見或比較無人所知的K級情景 K級情景簡單來說就是世界末日,或者可以說是人類文明的終結 一般都用來警示某些SCP中失效可能導致的後果 不論是世界被物理性的破壞,或是全部人類集體深入瘋狂 都屬於K級情景的一種 SK級情景大概是最多人熟知也最常在文檔中看到的K級情景 它的發生意味著極端嚴重的物理災難和全球性的文明崩潰 且後果是短時間內無法修復的 它一開始指的其實是宗教上的世界末日 特別是亞伯拉罕諸教、西都教、伊斯蘭教和猶太教等信仰裡提到的世界末日 但後來各種其他原因造成的大範圍物理破壞也被包含在裡面 SK級情景是所有末日中發生機率最高的 核戰爭、巨大隕石撞擊地球都可以算是SK級情景 會導致SK級情景的SCP有很多 SCP-231就是其中一個 SCP-231是7名孕婦 從一個信仰生虹之王的邪教組織 生虹王之子中被救出 其中的6名已經死亡 他們的生產都導致了某個未知事件的發生 此事件造成大量的傷亡 而且規模一次比一次巨大 推測第7位孕婦 SCP-231-7的生產會導致SK級事件末日情景 為了避免這情況的發生 基因會對SCP-231-7進行了E10蒙托克程序 文檔中並沒有明說E10蒙托克程序到底是什麼 只有提到它會讓SCP-231-7感到強烈的痛苦與恐懼 其他就留給讀者想像 CK級情景指的是在SCP的作用下 造成重大的歷史、物理法則、宇宙運作方式的改變 或是現實的大幅度改寫 並且導致不可逆轉的後果情景 提到現實重構就不免要提到另一個東西 斯克蘭頓現實穩定帽 斯克蘭頓現實穩定帽 主要的功用就是用來維持某個特定區域的現實 避免其受到現實重構的影響 而在之前介紹過的SCP-SCP-3936中 就是發生了一次CK級情景 所有的生物包括人類都發生了改變 人類變成一種有著三個腦袋、三個心臟 沒有眼睛、沒有舌頭的生物 只剩下以擴大版斯克蘭頓和技術建造的特外站點01不受影響 AK級情景指的是主觀現實的重構 人類的思考過程或感知發生了大規模的改變 簡單來說就是全部的人類都瘋了 SCP-571就是會導致AK級情景的SCP之一 SCP-571是一個特殊的圖案 具有魔因效應 看過這圖案的人會馬上在一張新的紙上複製這個圖案 一旦SCP-571被複製 受感染的人類將會尋找周圍的人類 並且試圖去哄騙或是以暴力逼迫他們去看複製後的圖 因為受感染者只會想著如何讓更多人看見SCP-571 失去了與這目的無關的自覺行為能力 SCP-571受容失效 有可能會導致AK級世界的魔術事件 SK級情景只在某一個SCP的作用下 人類不再作為地球的支配性物種存在 一般來說造成SK級情景的SCP大多為生物 若發生大規模失效 這些SCP有能力奪取人類的主導地位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Rick & Modi 其中一集講述狗獲得了高智商反過來征服人類 這就是SK級情景 提到SK級情景就一定會提到SCP-1000 SCP-1000大角怪原本是地球上的支配性物種 他們與人類有著同等智慧 並且具備超科技 而古時候的人類獲得了SCP-100的科技 並由於科技製造了SK級情景 使人類變成地球的支配性物種 NK級情景指的是某些具有自我複製能力的SCP 這種失效所帶來的後果 這些SCP在沒被管理的狀況下會無限複製 導致自然資源被消耗至完全枯竭 進而引發全球性危機 SCP-505就是要引發 NK級情景可能性的SCP SCP-505是一隻鋼鼻 它的墨水具有自我複製的能力 當接觸到遺體 它的傳播速度就會加快 遭到污染的植物 會因為光合作用被抑制而死亡 動物則會因為化學性中毒而死 當SCP-505造成大量的環境污染 就會有可能會造成NK級情景 NK級情景指的是所有人類的自我意識消失 而受到某種異常的實體控制 之前曾介紹過的SCP-3125 就是會造成NK級情景的SCP SCP-3125是一個魔音複合體 來自我們的現實之外 與我們的現實發生部分的交會 被SCP-3125占據的人用 會全然為服務和傳播SCP-3125的行動 SCP-3125尚未完全進入我們的現實中 一旦它完全到來 人類知識交互系統的高度互聯 將會使其在不超過12小時 甚至少至4小時內 佔領幣替代全部人類思維 造成NK級世界末日情景 UK級情景指的是 人類目前所處的宇宙被扭曲 撕裂 最後歸於虛無 UK級情景在SCP-32001被提到 SCP-32001是太空中 直徑3億光年的一個空間區域 通常被世俗科學家稱為 木副座空洞 時空在這裡被撕裂 各個時間線過去 未來的隨片在這裡交匯 而SCP-32001隨著時間會不停的擴張 這種擴張無法被目前的科技所抑制 因此將不可避免地導致UK級情景 DK級情景指的是已知現實的終結 宇宙仍然存在但無法支持生命 人類已知的任何科學體系都被摧毀 DK級情景在SCP-319中被提到 SCP-319是一個月1894年製造的機械設備 內部有一個2.516公尺的真空炮 真空炮內部具有不同的物理常數 任何物質和能量進入真空炮中都會立即湮滅 雖然真空炮被遺棄抑制著 但仍然緩慢地擴張著 當它碰到遺棄的時候 便會造成DK級情景的發生 上述的DK級情景其實是量子力學的一個理論 真空衰扁 因為這並不是我的專業 所以就不多做解釋 我在YouTube上有找到一支影片 以有趣的動畫解釋這個理論 有興趣的人會把連結放在說明欄 以上就是K級情景的介紹 不過這裡要強調的是 SCP基因會是集體創作 任何人都可以想出自己的K級情景 因此K級情景數量眾多 卻不是只有上面介紹的這幾個 上面這些只是比較多人使用 或是比較有共識的 這不是什麼硬性的規定 你大可以說 CK級情景是貓咪我日 只要文檔夠精彩 沒有什麼是不行的 這支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 記得幫我一個喜歡 不喜歡的話就很不喜歡吧 希望我做成SCP或主題可以留言告訴我 就這樣 掰掰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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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